我跟了那个三教授那个提案 我再去提问你们 因为昨天像我刚好看了 崇祯小学就是感受到一种 香港地区的学校 这种改革这种历史 那种能力 这种策略 那么我跟了三教授 三教授的进步的问题 我希望小朋友们回答一下 就说你们在提高的方面 一个是在学习能力方面 比如说你们从哪些地方来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就是怎么的学会来 控制我把我这样的学习 另外比如说你们在小组合作讨论当中 遇到争论的问题 你们怎么来处理的 争论的问题怎么来处理的 我觉得好像还有点趋同的情绪 怎么鼓励同意来标签你 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在进步介绍一下 谢谢 好 那我归纳了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争论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 有没有堂上分享 在KF上吵架的时候 哇 你又不同 我又不同 那怎么处理好呢 有没有人想说 哇 笑完这样 好 那你说吧 笑完 是 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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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很久了 我觉得 如果那个争论最后你们怎么解决呢 最后解决的方法 就是看下可不可以在两个不看法之中 例如summarize出一个最终的看法 例如可能看法就是 其实生态量是可以便宜 也可以贵 就在乎不同的factors 接着就再讨论一下其实那些因素是什么 我自己听了这个答案 其实很感动 不太因为 原来他们是会听别人的 加上自己的那些 就是这样就慢慢 其实我们现在一路出来做事都是要双赢 现在要说compromise 是吗 那他们就是慢慢学会这一种的感觉 我想也是小组讨论 或者做一些深化讨论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技巧 是的 好 那崇珍中学的同学呢 Amy 你呢 我看你都想若有所思 给你分享吧 我们平时讨论上面呢 有出现过真压就是 就是核能和风能究竟哪一个比较好呢 很多同学一看下去就会觉得 当然是风力发电会比较好 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核能其实它的power 是比风力大很多的 我们就会慢慢地去提出自己的理论 归纳一些想法 讨论出最终的结果 最终有没有结果 还在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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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了 老师就是给一个空间他们慢慢去讨论 就是不会强硬逼他 这个也是解决 就是给小朋友自己去解决 争论的一个方法 好 问一下一些大一点的同学 中六的同学 你呢 刚才说过一个了 其实面面的 其实刚才 刚才我们想中 看怎样解决 或者你有什么方向 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很有争议性 其实怎样解决呢 刚才跟我说到 因为一个讨论是可以有很长时间 其实可能有很多同学 可能会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其实可能有个中间点 不一定说有对与错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走出来 而这些新的问题 就可以帮到我们去思考 如何去扩展整个问题的方向 可能刚才说到变念 但是好像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变念 究竟是不是一种国家的技艺呢 或者说其实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呢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先理清了个概念 才好去说 其实是否值得成全呢 或者是否值得去保密呢 而不是说一轮嘴就是说 只是斟着起 是不是应该保密 就在这里 只是单行两个字的话 不断去讨论呢 的确会有很多火花 而有一个新的观点 新的问题 其实会发展会很多 大家会自己去找资料 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但是当大家看得多的时候 其实会清楚 可能你看完之后 会知道有一些所谓的技艺 可能是京剧亚 粤剧亚 其实都是一种小众的技艺 但是实际上 可能它推广的层面 是整个国家的 可能大家这么看的话 其实不需要针着于 是不是自私这个心态 其实可能根本上是 出于自己个人意愿 以及一些背景的资料 才会影响到结果 这样的讨论 其实真是理性 而且是一直在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时间真的差不多了 这样我们就 不如给点掌声 各位同学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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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